我們就是要把它錄製成巨棋 錄製巨棋其實跟前面上學期的蠻類似的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原始的 這個是複製過來產生的公式 然後我需要把它變成巨棋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這邊重來好了,我把它刪掉 請你把這個問卷量2,瓜乎2複製一個 這邊的話點兩下,把它重新命名 改成叫做問卷調查巨棋好了 這邊的話給它一個名稱叫巨棋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開始錄製 錄製的話其實方法跟上學期差不多 反正先彩排,然後再開始錄製 錄製完之後執行看看有沒有錯誤 如果沒錯誤就把它增加按鈕 並且加上註解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那我們來試做 第一個先把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開始彩排 彩排記得 我把它縮小了 因為這個畫面太寬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先縮小 然後呢 1,有沒有要放這邊 放哪裡放B2 2的話上面打勾 3的話呢 向右拉到這個歐欄 再向下點兩下就可以了 所以哦 可能跟之前 上學期的比 好像多一個動作 就是向右拉這個動作 OK,好 好,那 清除的話一樣 清除的話可能就是要多寄一個Ctrl-Ship 之前是Ctrl-Ship向下嘛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話 多一個Ctrl-Ship向右 Ctrl-Ship向下 然後按Delete就可以了 好啦,那 那假設啦 你彩排OK了 覺得沒有問題 有把握了哦 那就開始錄製了 那錄製的話呢 就是開發人員錄製聚齊 然後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這樣 比如說叫做 給他一個名稱叫 問卷調查聚齊好了 比如說問卷調查聚齊 好,OK 那就開始了哦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第一步 要把它取代好了 因為我之前有錄 如果你NG也是可以把它蓋過去 好,覆蓋 一油標放在B2 特別注意哦 這個動作很重要哦 你說 像之前有看到蠻多同學 第一步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它第一步就直接已經在B2 如果你B2再點一下 它沒有反應 它不會錄哦 所以這一點請特別注意 也就是你第一步一定要確定 你的油標不要在B2 因為你在B2的話 它就會少一個動作 就是油標放B2 OK,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想 一油標放B2 二的話呢 上面輸入公司打勾 OK,第二 第三的話呢 向右填滿 拉到最右邊 到歐欄 OK 第四的話呢 向下填滿 就是快點兩下 好,四個步驟 完成 停止錄製了 OK OK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錄製好 第一個了 OK 那一個 再來第二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一樣 油標先不要放在B2 你不要這樣 這樣就NG了 就要重來 記得先放外面 任何其他地方都可以 錄製聚集 然後這邊的話叫做 清除聚集好了 然後按確定 就開始了 油標把它取代 所以NG又重來 一油標放B2 二的話 Ctrl Shift向右 三的話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好,清掉了 停止錄製 這個時候的話 你試試看 聚集裡面應該有兩個 一個這個 執行看看結果 會不會OK 如果OK 攻擊你 那表示你這個 可以用了 執行看看 有了 有沒有 它出來了 第二個的話 清除 再執行 也OK的對不對 所以你錄完之後 可以在前面清單裡面找 就這兩個 OK 然後呢 錄製完之後 鍵兩個按鈕在這邊 那鍵按鈕應該還記得吧 插入 表單控制向這邊按鈕 然後拉這邊一下 把它拉 適當大小 然後問卷調查 聚集點一下 這個按鈕是對應到 這個聚集 然後順便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確定之後的話 把這個名稱貼上 貼到這個上面來 那就有了 OK 那清除的話 我習慣是 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再貼到底下來 一樣啦 那你說老師一樣 主要是因為 這樣的話 按鈕會一樣大 可是名稱重新改 那改的方式就按右鍵 重新再指定聚集 改成叫清除聚集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複製之後呢 再去修改這邊 那這樣就清除了 好處就是兩個按鈕會長一樣大 然後你按下這個 有啦 按下清除 也OK的 所以 這個我想有點像複習 上學期其實有做過類似的東西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將來呢 你的工作就只剩下按鈕的動作了 其他不用再重做了 當然相對會方便很多啦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 所以我剛剛 第一個 就是再 再把這個工作表再拖拉一個 改成聚集 然後彩排過之後錄製 錄製完之後呢 再清單執行看看 如果OK的話呢 再做上那個 按鈕 就完成 最後其實還有一個 最後請各位再加上那個註解 比如說這個上面 我好像少許有講過 第一步是游標放在哪裡 一游標放在B2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什麼 輸入公式 然後向右填滿是這個 第三是向右填滿 第四的話呢 是向下填滿 OK 然後就分別把這個註解給加上去 那這邊一樣 就是清除的話呢 它一樣是游標放在B2 然後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然後Delete 再加上這個註解 一樣把註解加一加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